四川岁宁市永旧落水女孩牺牲的第一哥唐超获平烈士 画面上这个精神的小伙子就是唐超83年生人 去年3月15号下午在四川岁宁 一个女孩落入河中 当时唐超正好开出租车路过 她第一个下水 另一名司机黄小红脱掉衣服紧随其后 路过的市民正好记录了这一过程 附近居民介绍说这条河看似水面平静 但是水下漩涡非常多 再加上当天气温只有十来度 河水冰冷 唐超和黄小红游得非常吃力 两人游到女孩身边 当时在女孩下游位置的唐超 突然做了一个动作 一起营救女孩的黄小红 说唐超把小女孩向她推了一把 她就抓住了那个女孩的手 也正是唐超正用力的一推 女孩被黄小红抓住了 最终获救 然而体力不支的唐超 却慢慢的向下游远去逐渐下沉 随后在水面消失 为了寻找唐超 当地运营消防等单位 还有热心市民连夜搜救 第二天在市发点附近 搜救人员发现了唐超的遗体 唐超救人身边的人一点都不意外 他所属的出租车公司 有一个光荣榜 唐超是经常名列其中的 而去年捡到乘客的遗失物品 还专门给人送过去 并且谢绝了施主的报酬 唐超常说的口头语就是 在外面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最近根据烈士包扬条例第八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四川省政府评定唐超为烈士 唐超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但是危急时刻却毫不犹豫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致敬烈士唐超 妙 咱 妙